李院長 請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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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 午安 原來被要求是說主持 後來這個李院長說要我也要做一點演講 所以我就花了時間準備二十幾分鐘的演講 也順便來介紹這個李院長 這個介紹的過程就是跟我的一些關係 所以今天我要講說空氣污染 軟化跟科學 政治跟法 那也是三十幾年來我在台灣走過的一段路 那給同學們參考說未來何去何從 那空氣污染裡面很重要的一個污染路叫做PM2.5 或叫細旋五微粒 是右邊你可以看到那個有一個頭髮這樣 是頭髮的三十分之一 直徑的三十分之一 所以眼睛看不到 但是一氣測得到的空氣污染路 那它的危害是全身性的 那當COVID-19開始的時候 我第一個直覺就是COVID-19就很像PM2.5 一定會全身性的這個危害 那這個議題在美國哈佛大學的很重要的一個研究 叫做六個城市的研究裡面 在1980年代漸漸被發現它的重要性 那1985到1990我剛好在那邊念書 還記得李院長被宣告是這個諾貝爾獎的時候 我在哈佛亞1986年 然後那時候就想說台灣人第一個有這樣的一個成果 那對於科學就非常的像 科學可以報國 那我回來一年半 我的指導教授一個在哈佛大學 一個後來到東京大學就來看我 因為我在這一年半裡面 非常快的時間把那個看不到想要測得到的儀器 滿進來台灣 然後那個時候最想做的 就是六七星劍前的那個地方的空氣品質 那我就跟他做了一些討論 你又可以看到這一個叫做Denude 所以剛剛那個非常眼睛看不到的particle 那個particle是這個怎麼測呢 particle要吸到我們的身體裡面 它本身是不夠的 它旁邊還有氣體包著它 所以這個Denude就是讓這個氣體 這個沉澱在 在Namina Flow的時候沉澱在那個管子上面 然後PMR-05就在上面 1991年台灣就有這個跟美國同步進步的PMR-05的採樣器 那我就想說用科學來證明空污的重要性 那台灣第一筆PMR-05空氣採樣在1992年10月1號 經過一年多的準備認證之後 在六七星劍前的三個衛生所 麥寮台西大城 你看左邊這個就是台西衛生所 衛生所主任剛好 我是我台中立中文的同學 那個時候就到那個地方去散 紅色的就標示了 所以台灣有第一筆的PMR-05的資料 從這個地方開始 那那時候測到什麼呢 你看那個氣體有這些硝酸的 硝蛋的、柳的還有阿摩尼亞 然後它的原類那個particle 我們再來測它的這個原類 那簡單講六七星劍前有化石燃料大量使用的工業區星劍前 PMR-05的溶度是低的 PMR-05的酸度是低的 SO2是低的 但是它是個農村地區 所以阿摩尼亞是高的 這就是1992年 大家要回想 1992年的空氣的品質 跟美國比起來差不了多少 有的還比波士頓比芝加哥還好 所以說一個環境的變遷三十幾年 你可以看看它的變化多大 那之後我就一直做了研究 那1997到98 當時的環保署長叫做蔡勳雄 他就請我做了一個這個叫做 辦理空污費應用其空氣品質保護管理計畫 我國空污空氣污染研究及防治策略的規劃 所以這是一個strategic planning 那我就去找了這個斯坦克人 就從哈佛的角度 從美國的角度幫助我們 那一年我們就做了很多的規劃 幫台灣做了很多的想法 那個時候一個很重要的就是說 我訪問了我認為當時學術界就是理院長 那個社會界就是政研法師 然後行政界就是劉兆雄副院長 就想說透過這個過程 可以來造成國內的共識 透過行政部門來改變我們的一些空污的做法 那李院長在我們訪談裡面 Spanger把他的筆記就寫下來 你看他1997年講的話 他接受我們訪問的重點說 呼籲人們要更熱愛地球 他說台灣過去幾十年來的經濟發展 是為唯一值得追求的目標 所以聚焦在工業成長 導致環境品質明顯且嚴重的惡化 環境破壞的速度比大多數人 意識到的還要快 大多數人很多膚裂或低估的環境破壞的危險 學會不破壞地球 是政府和人民都應該要注意的 但是政府必須主導制定更嚴格的法令 來限制污染的排放和有害的發展 所以那時候台灣的學術界的領導人物 認為政府要多做事 而且透過政府可以改變一些事情 1997年我們就把它寫在這個報告裡面的一個code 特別也是這個樣子 大家想想看 那個報告 97年大家知道就是京都氣候會議的一個重要的 京都一定書通過的時候 所以減碳的必要性跟可能性被國際上認可 然後減碳降溫的討論 從科學加盟的論證已經位移到外交交的談判 還有對於能源公司的要求 1997年 所以我在我們報告裡面就是說 講空污就必須講減碳 那也是我們在跟李院長這個談的過程裡面 他不都會提到 所以97年我們有這樣的想法 那做了什麼事 那你看那個報告裡面幾乎 美國學界裡面 Lawrence Berkeley Lab 好多 John Hopkins Berkeley 很多的很重要的人都被我們咨詢了 那當然台灣人很多的學界 所以我們想透過說學術的論述 可以來影響國家 那把一個報告書交給環保署 那之後環保署做了很多重大的一個事情 也就是我們台灣設立了一個PMR.5的超級側帳 後來有四帳 都是在這個架構裡面去完成的一個 想要用科學研究來支撐管制這樣子 那我之後就做了很多的研究 所以美國到2010年 他美國心臟醫學會就說 PMR.5對心血管疾病的一個科學說明 給心臟專科醫師說 看病的時候 要懷疑心臟疾病跟PMR.5的關係 那我就想說 我97年完了以後98年就提了科技部的計畫 我就是要做PMR.5跟心血管疾病 回來被拒絕 只有四個字 無恥假說 所以你可以知道說 當我們的學術界並沒有跟國際接軌的時候 因為那時候全世界的蒼草文獻不到十篇 那我的所有研究就這樣 都比人家延遲了大概五到十年 因為國家就不支持做一個好像很冒險的假說 但是可能是對的 但是他到2011年的這一個已經說這是因果關係 他心血管疾病的死亡跟發生都跟PMR.5有關係 所以心臟科醫師都要看 在這裡面引用了我十三天的研究論文 雖然被季節了 我還向很多方式繼續做研究 所以台灣的空汙PMR.5的影響被國際覺得說是重要的科學知識很有 到2010年是這樣 再來呢 石化工業跟癌症也有很多的研究 都已經到2013年都很清楚 那我們國內對於這樣的一個石化業的空汙或是發展 好像也沒有那麼關切 那原因在哪裡 那這直到這一次 如果我來講說科學政治跟這個法律 我們來看看政治 大家知道我們的PMR.5在2012年5月會公佈 就是因為國光事發的這件事情 彰化聚國光全民聽健康最後的蚵仔坑萬人參類 這個詞是總統府的新聞稿講的 就是說馬英九總統那時候去參加 他去在這個講台上 那一天我也在 我也是被邀請大明演講 然後他不簽署這個國方實話的評鑑 但是他承諾要設定PMR.5的標準 所以回來以後就開始 然後到2012年設定了國家標準 所以一個國外教程科學家講比較有用 還是社會運動 就這樣才能逼出來 不然你怎麼去說服 每一個署長 每一個公保處的處長上來 我都去跟他講說這個多重要 這是沒有用的 行政的說服我的經驗是沒有用的 好 那國方實話後來評鑑了2011年 很不幸的2012年中興大學莊秉傑教授 所以這個法令是有用的 它可以變成工坊的一個重要的 從2012年你可以看到這件事情 好 這裡面很重要的一個東西就是燃煤火力發電廠 你可以看看這個燃煤火力發電廠 它排出去的污染路 它同時也會排出很多的氧化碳 對不對 在空氣中就變成酸移 或是酸的氣焦 就是酸的PMR.5我剛剛提到的 然後就會影響環境跟影響健康 它同時也會奉獻到臭氧 所以這個是大家知道的事情 可是2016年又發生了一件事情 這個是台中榮總的一個曾建華醫師 他就把我們國家很驕傲的癌症等 其實我們做得非常好的幾個重要的癌症都發生 等那一天到醫院被診斷 他就報告到一個資料部 然後就有 他把它寫一寫說我台中的肺癌肺腺癌很高 所以你很危險 結果這個市長說這個資訊錯誤 然後要求一個醫學單位要出來澄清 然後這個西永年局長我也跟他算是蠻熟的 我還打電話給他說你不可以這樣講 WHO都說這是治癌物了 你怎麼可以說沒有關係 但是很不幸的這個台中榮總還是發了聲明 講說這個意思就是說 PMR.5不一定會產生癌症還要繼續研究 2013年WHO已經說他是 這個WHO2013年就講得很清楚 還有一個新聞檔說Aer pollution跟cancer 裡面就講PMR.2 所以我們國家2016年 然後我們一天到晚5月又要看到了 我們都說我們要加入世界衛生組織 我們要去參加WHO 可是WHO的報告我們是不看的 我們的知識跟行動之間有非常大的落差 那2015年李院長跟我在那個環保署的前面 我們第一次去這個講的PMR.5跟空屋 那記者開下來 2017年更重要的就是台中的這個看網話要健康的遊行 所以就是說說服是有一個程度 那沒有辦法的時候你參與民間的去看能不能幫忙說 就讓這個議題讓社會更瞭解 然後政府更重視 那10180年非常重要的一個爭論就是 深澳燃燃燃燃廠 讓我們所謂的乾淨燃燃燃這樣的一個說指 那綠色和平組織就請我 rumor幫他們做一個研究說 假設深澳火力化電廠營運燃它的健康衝擊有多少 所以我就答應他 然後找一些同事做了這個事情 那2019年這個發表到台灣醫學會雜誌 2018年的時候報告就出來 那個時候就說如果這樣發展下去 我們會有576個人死亡 而且其中145個人 還有145個人是活不到他的天命這樣 所以這個是當初我們做的健康衝擊評估 全世界都在做 大家只要燃煤店長都一定會這樣做 所以這就是科學可以貢獻的地方 那第二個就是說 剛剛不是說台中的那個肺腺有沒有關係 那我就把那個學生找來說 那我們老師跟你一起把他做 這個曾建華醫師現在在北伊的中俄分院 那我們就做了一個研究 那發表在這個Jurnal Theroid Oncology 那就第一個看到說 台灣的肺腺癌這是男生這是女生 都是這樣在上升 非肺腺癌就是跟抽菸有關係的 上升到這裡就一直在下降 男生的抽菸越來越少 女生的抽菸一直都很低 所以這一個一定不只是跟抽菸有關係 一定抽菸以外的關係 那這一篇是被國際上是高度飲用體的論文 所以我們後來又去看 用能見度去看 作為PMR.5的一個指標 我們可以看到說這個 大家看一下這個是癌症的不同期程 我們就看到最嚴重的癌症的部分 那你可以看到北部呢 它的能見度就改善以後呢 肺腺癌就不太增加 中南部呢能見度一直在恶化 那肺腺癌就增加 所以我們就說這個代表 台灣的空污跟這個肺腺癌增加是有關係的 到了2023年還是持續在爭論中 2017年當這個林佳榮市長的時候也在爭論 我們這一次做選舉的時候 趙少康先生說 他互5型的肺癌都跟空污有關係 那我們的國健署就不斷的在成績 2023年底還在成績 所以我們到底要怎麼面對科學呢 那我們剛剛跟我的研究生 在今年剛剛對了14萬3千多個台灣 從97年到現在的肺腺 我們發現30年的暴露在11到56維克中間 我們的肺腺就會風險就增加很大 那個是在你們就是 Invental Research發揮 因為在當初他們就說 這個公屋要產生肺癌要長期暴露 所以我們就證明說 台灣30年的長期暴露真的會這樣 所以到底要多少的研究 多少的證明 我們才可以這個行動 那我們都知道空污除了這個工業之外 還有交通的 還有農業的 還有居家的 它有這麼多的 那我們怎麼辦呢 我們又必須CO2就是要內G0 然後我們建築物要改 這個生產要改 交通都要改 網路或是Zero Invention 這個要怎麼做呢 法規 然後協議市場機制 那空污在美國1970年代到今天為止的 政策的心得就是 法規觸動技術的創新 也就是說你法規對得越嚴格 就會一直在改善 那車輛就是Toyota 原好於美國原來的三大汽車廠 所以它就多明了 快半世紀 現在電動車出來 傳統的車廠可能都會被淘汰 這個就是Regulation Force Technology Innovation 這個我們要怎麼樣導入台灣來做這個事情 好 這個是台灣的全世界在夏威夷監測的 這個CO2我們把它添擠起來 那我出生前的 我是1960年 出生前我inherit的是315 回來台灣的時候 第一個考試跟學生上課考試的題目就是說 CO2現在全球平均是多少 355 然後今天420 所以覺得30幾年的研究教學非常的丟臉 我們inherit一個relative low的CO2 然後現在是這麼高 所以所有這個研究如果沒有轉成政策有用嗎 CO2一直在增加一直在增加 好 那國際間的agreement 應該是98年開始IPCC的成立 IPCC成立之前已經有用到科學研究了 那IPCC就把它整合了 所以科學一定先於這個行政或是所有的東西 1992年UNXCCC通過對不對 然後1995年CAPS-1開始是誰 Angela Merkel 後來這個德國會在這個再生年齡很重要就是說 那個時候的領導者95年他直到時候去領導一個議題叫CAPS 然後95年到現在你看 那97年京都議定書通過 然後我們那歐盟在2015年 啟動排王交易 因為京都議定書那一年 Russia 千年以後就生效了 所以這些環環相扣 就是國際上的這些事情 我覺得台灣都在失聯 就是沒有跟國際結婚 從我剛剛講的這個BMR.5的標準到這個地方 那譬如說CDM就是隔一年 這個我們才可能到其他地方去種樹 你去做什麼 然後啟動聯合實施機制 就是在另外一個國家取得的擴展 可以算在你這個國家等等 那更重要是2015年的這個 巴黎 Paris Agreement通過 那隔一年開始全世界就講這個 Climate actions Action 不再談論了 就是要Action 2016年開始Action 2018年IPCC再度確認1.5度C的重要性 這科學上就是這樣 那SARS那一年 那COVID-19那一年 其實焦點來到亞太 在深圳有一個Asian Pacific Climate Week 因為那同一年其實就開始 聯合國民祕書長就開始要講這個很多的 Climate的這個在高階的一個會議 但是COVID打亂了很多的事情 那到去年我們有一個阿聯酋共識 那這個阿聯酋共識裡面 更重要就是有一個禮拜都在談氣候變遷跟健康 所以又連回來 就是說從我剛剛開始 就199年代開始 那我做的這些空屋的事情 然後跟這個氣候變遷連到一起 國際上現在已經是一個主流 那這些我認為都很重要 但是顯然都不夠 因為我們的CO2一直在上升 所以法庭可能是戰勝氣候變遷的新戰場 我們在氣候修訂的時候 最大的遺憾就是說 公民訴訟沒有放進去 那國際上就覺得公民訴訟是重要的 美國Montana在去年8月 然後16個5歲到22歲的人去告 因為他們說我沒有投票前 所以我不能透過投票去 經過政治的過程去造成好的政策來影響我 所以我只能訴訟 因為我們Montana的州的憲法在1970年代就說 他們有一個健康跟乾淨環境的權利 基本人權 所以就用這樣去告 那當然要有NGO 叫Our Children's Trust去幫忙 要告贏 那今年6月夏威夷會接種 那這個如果變成一個方式就是說 一個沒有投票權的世代要去承擔有投票權的人 做得不夠多的一個後果 他覺得我總要有一個救濟的方式 所以他們就去告了 那最近的一次就是4月9號在歐盟 這個是一群年紀大的人60歲以上的人 這個瑞士人說 瑞士政府沒有設定明顯的排彈的目標 也沒有這個一個國家的一個碳的這個預算 來說我們瑞士怎麼辦 那他說我熱浪來是我們這些老人受傷害了 說我有基本人權 但是他是用human rights去告贏的 那前面那個他們除了憲法之外 連那些人就說蒙塔娜的漂亮的環境跟氣喘 小孩子的氣喘跟這個有關係 所以就用去告 那告裡面都有一個很重要的 有沒有看到蒙塔娜是小州 瑞士是小國 這裡面有一個很重要就是說 譚塔娜講說你這個小的排放 那個是全世界的責任 怎麼是我們的責任 後來他那個法官都覺得說 你有一個 substantial contribution to global warming 那他用這樣的理由來講說 什麼排放都是重要排放 所以我們台灣在收這個攤費的時候 可以說幾噸就不要嗎 這個都是很奇怪的觀念 從這個地方就是說國際賽 我們是是這樣在做 所以台灣1936年李院長出生的時候 到1960幾年我出生的時候 都是我們是生活在台灣或世界上 relative low time的世代 那在座的大學生都2000年以後出生 你們的時候已經都非常高 那這是台灣工業跟能源部門 能源部門含交通使用能源 或是用能源去生長化工的 你可以看到那簡單講台灣的問題就是 三億噸吸油兔的問題 台灣的問題就是每人平均十二噸吸油兔的問題 所有我們都要共同面臨就是 到底我們覺得什麼是合理的 是三千萬噸還是三億噸 每個人是十二噸還是1.2噸 如果這個不想清楚 所有這些都我們今天所要的過程 就李院長一開始講說 如果經濟成長是唯一的 是我們唯一的目標的時候 我們任何都低估這個生態災難所 可以帶給我們所有的這個 好 謝謝大家 謝謝 謝謝 謝謝